大家好 欢迎老师 长老师 我以前有一个视频叫做 刘美的四个群体是什么 结果有一个家长就总结说几个字 叫穷人不要留学 今天我就来讲一下 稍微敏感的一个话题 到底穷人能不能留学 穷人怎么留学 穷人留学他怎么办 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可以做 首先如果你是一个工薪家庭 咱不说完全的一点钱都没有 工薪家庭 比如当时我出国的时候 我身上就贷了2000美元 现在你任何一个来美国留学的学生 你身上都肯定是超过2000美元 那么你来美国穷人留学 主要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就是拿全额的奖学金 来读博士 在美国PhD博士 是有90%的国际学生 都是有全额的奖学金的 而且需要给你生活费 这是一条路 当然你要有水平去读博士了 你要导师要看中你能读博士 对吧 这是第一条路 第二条路 就是说 我去申请本科的时候 美国有五所大学 是在本科 它叫need blind need blind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在申请的时候 我根本不考虑你的经济实力 经济水平 如果你付不起学费 我学校就给你奖学金 给你补足钱 让你能来读书 那么这五所学校呢 分别是哈佛耶鲁 普林斯顿 mit和emhurst 是个文理学院 就这五所学校 如果这五所学校录取你 你不用担心 你有没有钱 那么呢 学校呢 它会给你足够的 这个奖学金 助学金 而且这些钱都是不用还的 让你能够录取 那如果你是美国的绿卡 美国公民 那这个学校的单子呢 更长 但是国际学生呢 有这五个学校 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学生呢 量入而出 就是不要去找 特别贵的学校 什么nyu啊 什么这样的 也不要去找特别贵的地区 其实呢 在美国 比如南部的一些学校啊 它这个学费呢 还是比较低的 有的学校呢 这一年呢 就一万美金就可以了 那么也可以说呢 我先读社区学院 再转到一个学校 那么呢 在申请规划的过程中呢 你看你是想要排名 是要特别光鲜 还是说呢 你想要更多的奖学金 其实很多的一些文理学院 很多一些小点的学校啊 你如果呢 这个水平是不错的话 你申请这个学校 学校是会给你一定奖学金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尽量呢 寻找呢 在学校内的这种打工 比如图书馆啊 像我当时呢 就给我们学校的交务处 打工一个小时 挣六块钱 交学费是不够啊 但是呢 你的生活费 住啊 吃啊 这是能大概是够了 再有一个呢 就是找这个暑期的付费的实习 比如我们有个学生在纽约大学 他暑期呢 去到一个金融公司去实习 那一个暑期就赚了两万块美金 虽然这个付不起学费 但是两万美金呢 还是蛮多的 那么有一点是不能做的呢 就是千万不要去校外 去所谓叫打零工 打黑工 你这个呢 是违反这个美国的移民法的 这就包括呢 比如说送外卖啊 或者有的学生呢 说我给哪个学生什么补习功课啊 包括是什么家教啊 包括什么帮人申请啊 如果你是国际学生 这些事你都不能干 就是在美国呢 你是没有这个资格 在美国在当国际学生 读书期间呢 来挣钱的 这是没有的 如果这个发现了以后呢 就是大家所听到的 入境可能被遣返呢 这些事情 就是这些东西呢 你就不要沾 就老老实实的 在学校里面做好自己的事 你可以在学校里面找工作 但是呢 不要跑到校外去 这个平时去这个挣点小钱 不要这样 这个工薪家庭呢 留学呢 那你当然是咱们 比如说咱不如这个家庭 特别富的这些家庭 那我没那么多钱呢 那另外一个方面 你就得自己更加努力嘛 对吧 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来提升 来改变我的这个经济的情况 改变我的命运 你说呢 我又是穷 又是没钱 我又是学习 又特别不好 又不愿努力 那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难办 你只要是愿意努力的话呢 其实呢 在美国呢 它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这种上升的这种阶梯 是非常的多的 我前两天就有咨询一个学生 那么他呢 就是从社区学院 然后到这个波士顿大学 然后呢 又到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 所以呢 那这一步一步呢 你就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成长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讲到这儿 就是工薪家庭留学美国的几个建议 什么时候走得通 几件能干的事情 和一个不能干的事情 希望对你呢 能有所帮助 如果你在留学美国 升学啊 转学啊 学术辅导啊 就业指导 或者呢 有时候你有问题说 哎 我们家就有这个样的预算 我呢 想去美国读书怎么办 这样呢 我也都可以给你抽时间 来咨询 因为这个方面是我们的主页 好 最后感谢你观看 关注 点赞和转发 下次再见 点赞和转发